前几日,第七十一届贾纳电影节上,在法国正式举行,受到了各界关注,想到这次电影节,就想起了去年的贾纳电影节,因为在那次贾纳电影节上,出现了一个挺住大肚子正怀住运的女星,不少网友感叹怀住运还走红毯,真的是太拼了啊,下面,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 这位女星来自泰国,名为Champo,是第一位挺住大肚子,走贾纳电影节红毯的女星,当时她走红毯时,可是怀孕五个月了,说到这位Champo,她在泰国的名气特别高,出演过多部电视剧还多次获奖,并且这位漂亮小姐姐,可不止只是一个演员,她拥有模特,主持人等多个身份, 看得出来这位女星工作也真的是特别拼命了,当然她有的不只是实力,颜值也是特别高,她的母亲是泰国人,而父亲则是英国人,两国会写的她五官精致,面容美帝无法挑剔,她的时尚品位也特别高,每一件服装都穿出了独属于自己的美和气质, 在泰国娱乐圈内是数一数二的当红明星,也是泰国最当红的女星之一了,她在贾纳电影节的每次红毯造型也都特别不俗,并且由于她的面容也很精致,就有不少网友,将她与我们中国的范冰冰来进行比较,甚至有网友把她称为泰国范冰冰, 范冰冰范爷相信大家都不陌生,在娱乐圈内出了名的美,网友都说她360度无死角,并且皮肤也是特别白皙,一看到范爷就被美丽尖叫,当然最值得一说的就是范冰冰的红毯造型了,每次都可以让人眼前一亮,她曾在贾纳电影节的一套龙袍造型, 霸气十足又中国范儿十足,在当时引起了热烈的轰动,网友称范冰冰的红毯造型,从没有让大家失望过,而川普怀住双胞胎就去走红毯,也是特别霸气与感大了,据悉她当时的红毯造型足足有四套,每套都有不同的感觉,虽然挺住大肚子,可是丝毫不影响她的气场,在红毯上可谓是女王, 范儿十足,看她在贾纳电影节上被拍的照片,四肢纤细,只有肚子凸起,并味十足的同时也是令人羡慕她的好身材,怎么女明星怀孕除了肚子之外,其他的地方还是如此纤细,果然是人比人气死人啊,看了可是羡慕死了,走红毯时每一位明星梦寐以求的事情,特别是女明星, 而我们经常听说女星门围来走红毯,也是狠狠地下了一番心思,善装出席,精心打扮,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众人眼中的焦点,而国际红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,通常都是有一些作品的明星才能受到邀请的,一般的明星想去也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, 在国际红毯上竟然惊现一位挺住印度的女星,她是一位来自泰国的明星,还有住泰国范冰冰的称号,可见在国内的地位也是很不一般的,只见这位泰国范冰冰,身穿一件果胸礼服,设计得很别出心裁,里面是紧身的长裙设计, 而在国胸部位还特别添加了花边和披风的设计,整体看起来非常的霸气,又不失优雅,而她也成为众人眼中的焦点,摄像师们都对着她狂拍不止,这才真正做到了莫人主目的焦点,可能正是由于川普和范冰冰,两人一样的霸气特漏,一样的面容精致,并且都在红毯造型上有不俗的表现, 才会引起网友们对两人的比较,甚至有网友说CHOMPOO比范冰冰更加女王,各位网友们对此有何看法呢?